生命起源于阴阳交合 但最重要的是那一股先天之阳 这是一股决定人的寿命多少的阳气 从小孩阶段 先天之阳最足 阳主动 阴主静 所以小孩子最喜欢活动 而且眼睛非常明亮 很有神采 这些都是阳气足的体现 皇帝内经曰 阳气者若天于日 失其所 则折寿而不张 故天运当以日光明 事故阳阴而上 为外折也 阳气在给予生命动力的同时 还担负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保护身体免受外邪侵入 但是小孩子阳气足 这个论断 似乎与小孩子经常发烧感冒 这个事实不相符 这个我们要这么看 一方面 小孩子的身体发育不成熟 体内能容纳的阳气较少 先天之阳 就如同木材 而起到推动生命发展 活动和保护身体的作用的阳气 是由木材点燃的火焰 由于身体还幼小的原因 能容纳的火焰少 所以在生命自动调节机制 燃烧的火焰就较小 如果加上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 或者长期暴露在风寒 或者风热很重的地方 邪气就容易打破防御的 胃阳之气 进入皮肤凑理 导致小孩子感冒发烧 另一方面 其实小孩子发烧是一件好事 发烧 证明孩子阳气足 现在很多大人想发烧都烧不起来 结果一去体检 却发现很多其他疾病 而且有的很严重 这就是身体阳气不足 无法发烧 连脉携入侵 都无法用高烧抵抗的后果 并且 通过多次的感冒发烧 孩子会激发体内阳气更加充盈 从而起到增强防御力的作用 到青年时期 体内先天之阳的柴火烧得正旺 而后天脾胃发育良好 从食物中寄取的后天之阳 也非常充盈 所以体内阳气充盈 很多中老年人都很怀念自己的青年时期 因为在青年时期经历充沛 不怕苦不怕累 不像老年那样 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 为什么说青春期和童年是人生最好的时期 因为那是人经历最充沛 体力也最为充沛的时期 其实本质来说 人体的阳气多少 对人的生命的活力的多少 是有直接的关系 而人人都希望自己活力充沛 其实等同于人人都希望阳气充沛 而童年和青春期正是阳气充沛的时期 到了中年时期 身体阳气开始由胜转衰 不爱惜自己身体的人 阳气衰落得更快 到了这个时候 很少有人感冒后会发烧 这是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阳气烧起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身体变好 正是这个时期 很多大病在酝酿 或者已经生成 例如高血压 糖尿病 高血脂 还有一些风湿 肋风湿和骨头的疾病 体症在这个年龄的发病率也开始增加 这就是阳气失去保卫作用后 身体已经无力抵抗病邪 病邪逐渐在身体积累 所以有些人一整年都不怎么生病 不感冒 只是平时很容易疲乏 结果后来检查出来一些大病 或者慢性病 到了老年时期 阳气进一步衰退 所以老年人特别容易生病 而且很多老人家都有很多慢性病 不仅如此 很多老人还会感觉容易累 气短 不欲动 等情况 到了冬天 就四肢发冷 有时甚至冷到不能入睡 盖多少张被子都无补于世 这就说明老人家体内的阳气已经很衰弱了 再加上病邪侵入体内 一直和体内的阳气做斗争 使得体内阳气越来越少 而在外面表现出阴胜阳衰的症状 因为阴 阻净 所以人会不欲动 因为寒 所以人会感到寒冷 阴寒过肾 还会凝结血液 变成血郁症 诱发心脏方面的病变 也会造成失眠 当人体的阳气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人的身体就会变得越来越弱 神气越来越差 所以中医看病 首先看神 如果看到病人神已经湿了 就知道病非常不好治 当最后一次阳气消耗完的时候 就是生命结束之事 中国古代有言 纯阳为先 纯阴为鬼 中医说 阳化气 阴成形 阳是人的动力 是能量 而阴是物质 所以人死后 神没有了 人也就不会动了 只剩下一副身体 也就是只剩下阴了 再触摸一下那些身体 都是寒冷的 没有温度的 这就是没有阳气的表现 所以 中国民间把人的寿命 称为阳寿 形容我们生活的地方 为阳间 当然 上述是根据人生老病死的过程分析 其实人生还有很多意外 很多特殊的情况 使得人没有经历这个过程 另外 我们所说的小孩子是先天阳气最足 是纯阳之体 只是说他潜藏的阳气最足 那些阳气是没有燃烧的木材 并不是他体内的阳气 很多医家曾经就是因为只看到这具纯阳之体 没有经过详细的辩证 卖证护餐 就断定孩子阳气充足 属于纯阳无阴 因此 大量使用阴寒之药 滋阴泄阳 戕害小孩 小孩子也有阴阳 由于还是治阴治阳 阳又阻外 如果生活习惯不好 受凉了就会感冒 一般小孩感冒初期的时候 都是感受风寒 伤了阳气 而不是什么热毒 其实上述所言身体胜衰 并不是青年时期不会有慢性病 小孩子不会有大病 有些先天体质较弱的孩子 特别是现在很多人 在怀孕期间不注意饮食 小孩出生后 不适当地注射疫苗 或者错误用药 错误治疗 还有不爱惜身体 特别是现在学习压力大 每个父母都渴望孩子成龙成凤 所以孩子不仅面对 学校方面的压力 还要面对家庭方面的压力 要挑灯夜战 周六日还补课 暑期寒假 有各式各样的兴趣斑 加上不好的饮食习惯 多好的身体 也无法面对如此多的挑战 所以近些年 糖尿病高血压 有低令化的倾向 越来越多的儿童 面临体重超标的问题 其实体重超标 不仅和饮食有关 还和压力有关 上述是以阳气的变化过程 来介绍身体的变化过程 但中医是阴阳兼重的 除了阳虚以外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阴虚 或者也有阳虚导致的阴虚 也就是阴阳节虚 也有可能是阳虚阴胜 如果逐一介绍太过复杂 所以只取阳气变化作为线索阐述 在此做声明 是不想误导有志于深入学习中医的各位同仁 向大家解释一下回光返照的原理 当一个人在重病期间 必定会有气短 不浴食 少颜 呼吸急促 经常昏睡 行寒之冷 类似情况 这是真阳衰微 体内阴寒极盛 这时真阳发现周围太冷了 待不下去 于是就想走了 走有几个渠道 真阳在肾中 欲走可以向下 也可以向上 当真阳向上 人就会突然变得有精神 有力气了 因为真阳是先天之阳 当先天之阳走到心的部位时 就好像突然有很多阳气注入 所以人就会有一种突然变好的感觉 一种感到所有事情一下子清晰了 身体变得有力气了的感觉 但是 当真阳走到心的位置 形成这种回光反照时 已经很难救了 真阳会一路向上 从人的蹊跷之一逃掉 阳气向下走时 病人会有剧烈的腹泻 最后真阳也泻出来 当然 腹泻导致阳脱的情况 发生的基础 是因为病人身体极度虚弱 一般人腹泻不会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所以不用恐慌 曾经有一个病人向我讲述他的经历 他四五十岁 平时怕冷 极度容易感冒 不喜欢活动 一运动就出大汗 平常很想睡觉 总是没精神 但是睡不着 胃口也不好 四肢一直冰冷 他觉得自己这样更需要运动 所以经常强迫自己运动 有一天 一群同事叫他去打篮球 他应邀前往 激烈运动之后 脸色变得血红 身体感觉虚浮 朋友见他这样 劝他回办公室休息 他当时思维已经不清晰了 晕乎乎的走回办公室 觉得脚 好像踩在棉花上 根本无法控制 身体摇摇欲坠 他想拿办公室电话求救 结果整个人扑在办公台上 电话掉在地上 他神志已经不清醒 只感觉脸很热 心跳很快 然后晕倒 过了一会儿醒过来 想起刚刚经历 心有余悸 向我们讲述问个根由 其实 他就是阳虚体质 身体中阴寒太重 阳主外 阳气虚了 身体就会发冷 容易感冒 阳是动能 阳虚的人 是不想运动的 阳气无法在外面固守 身体中的汗水 就会不断地流 再加上他的剧烈运动 在阴寒极重的时候 想振发阳气 只能动用 藏在两肾中间的 命门之火 剧烈运动 使得命门之火 不能固守命门 往外发散 导致脸红如血 这是阳气 上浮到脸上 其实 这已经非常危险 如果阳气 再往外散 生命就到此为止了 这也是为什么 那么多人 在运动场上 猝死的原因 这种吸引伤 说的猝死 在中医上 是真阳外脱 幸亏这个病人 及时休息 而且身体 还不是极度虚弱 所以 从这个例子 可以知道 运动 其实是有风险的 我建议那些 平常不想运动 一动就感觉很累的人 不要勉强做剧烈运动